从日本进口的野生新蛮放上烤台直到表面围焦 另外也可以下锅炉煮 为了增加层次感 搭配的米饭则是加入切碎的紫苏叶和海苔 放上新蛮后师傅还会刷上一层特制酱汁 多了一股咸甜滋味 而且不同于一般的养殖白蛮 野生新蛮连鱼刺都能轻易入口 我想这个品种不一样 入口也比较好咬 吃起来整体来说 是味道非常的高雅 让套客战不绝口的鰻鱼饭 其实大有来头 曾经连续四年 荣获东京米其林指南推荐 目前在日本有六家分店 海外第一家店选在台北 鰻鱼也延伸出各种吃法 像是加入昆布穴子高汤成了汤泡饭 或是做成玉子烧 另外也可以加进茶碗蒸里头 上面放鰻鱼 然后鰻鱼有造烧汁 你这时候你在吃那个茶碗蒸 那个蛋的滑度你知道吗 就觉得超对味 而在外场服务顾客 他正是台北店负责人松井芳青 虽然出生在台湾 但他18岁时就依亲前往日本 工作后踏入水产进口领域 鱼港 机场 鱼室三边跑 对海鲜可以说是辽络指掌 像店里面在用的鱼 这些东西我看了 我大概会知道说 这个新鲜度够不够 如果我觉得这个吃起来不好吃 我就不再进 松井芳青过去在日本鱼市场工作资历超过20年 原本已经到了退休年纪 不过他因为爱吃美食 而把日本鰻鱼饭引进台湾 料理长也从日本来台作证 但砸下700万开店后 他才体悟到台日市场差很大 像我们在日本我们吃了一家店 我们吃了20年30年 它从来没有变过味道 也没有变过那个菜色 我们还是去吃 可是在台湾好像这一套行不通 你如果一直给他吃一样东西 他来了三次大概就不来了 必须求新求变才能留住消费者 也因此松井芳青和料理长 共同研发出台湾限定菜色 寿司饭上除了鰻鱼 还摆上高档鲑鱼卵 虾卵和生鱼片 一碗超过10种食材 分量十足 肉质鲜美 赞 好食材加上精湛料理手法 让松井芳青成功打入台湾市场 如今许多外国游客也慕名而来 东森才行为蔡英达邱清辉 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